hello大家好我是KJ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足球精灵2021的视频 那么在这一期视频里面 我其实也是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寻找一些新的战术 最后的话是直接用了我们群里的 也是在F1界比较出名的这一个战术大师 周周大师的做的一个战术包 那么他的话我跟他也是研究了很久 所以我们决定是做一个4312 因为的话因为我们要变阵的话 付出的代价要是如果是变一些战位跟4231差太远的阵的话 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买的人养的人就白买白练了 所以的话尽可能的我说还是保留前腰位置 但是其他位置的话保留两个边风保留前腰位置 其他的话你想怎么配怎么配 所以最后的话其实从4231比这个战术来讲的话更激进了 但是我们在中路方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路原先4231至少两个中场或者两个后腰 这个战术的话中路只有一个中前位还有一个前腰 实际上中路其实压力会更大一点 但是实际上的场面从测试来看其实更好 而且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两个边路拉回来了 这样子的话其实两个边路多多少少也会参与一些防守 那么废话不多讲 我们一定要实践出真正还要进去打了比赛以后才能知道 接下来的话我们第一场比赛是主场打海卡里 之后的话隔两天马上就要打拉斯帕尔马斯 那么对手的话是比我们高一个级别 然后实力要强很多 这边的话我也跟陈瑞老板申请了 就是说我们改善一下我们队的一个清训还有训练设施 这个也是每个赛季都要申请的 必然要升的 好这一边的话我们开始过时间 然后的话在东窗的话 我一样也是签了很多的这一个球员 大概的话一共是签了9 报价了9个人 东窗买的人的话还是以能力就技占力为主 但是潜力的话也要看 只不过的话能力也会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不像我们在下窗买人 我们在下窗买人的话 我个人习惯就往往就是潜力至上 只要这个人潜力够高 那么就是可以买过来 反正养着能踢出来最好踢不出来 反正就当光彩票也要踢不出来就踢不出来 但是在东窗的话 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来之技战 要为了我们的后半赛季服务的 我们足连杯虽然出局了 但是我们足优胜者杯还是在的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能有运气挺过第一轮 就这个两回合 如果要是不被拉斯帕尔马斯打回家的话 那我们东窗新买的人应该就能帮助到后面 即使我们说优胜者杯真的就被拉斯帕尔马斯打回家了 那之后下半赛季的这一个联赛 我们都牵的这些心缘的话 都会起到一些的帮助 这边张然不卖 然后李建峰的话是有队伍跟我抢 一般的话有队伍跟我抢 我直接把他这个年薪翻一点五倍 再加一点 到时实在不行再存个挡 低支的我 一般谈这种合同抢人就存档 然后加钱了 这个没办法了 其他队伍的话 要买这些我们一线队的人的话 直接都是拒绝 福洛雷斯的话 福洛雷斯的话这边抬到6.6万了 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上抬 其实这里都忘了 其实上一轮报价以后 我们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的挂牌价改翻倍 这个也同意了太好了 拓雷不卖 杜埃尼亚斯不卖 布兰诺佩斯可以看一眼 可以考虑一眼 卢洛肯定不卖 其实布兰诺佩斯 但是现在最大问题就是 布兰诺佩斯卖了以后没有右边封了 对啊 我们二队没有右边封的 我们这一批要买的人倒是有右边封 这么一说倒是可以卖了 我们这一批 不过这个李建峰 李打得出来 实在不行的话 布兰诺佩斯这样子当着第三右边封的话 其实也耽误他的职业生涯 我说实话 要不咱们就放走了 看看报价吧 就是这一类球员不是不可以卖 只不过是说有没有好的报价而已 因为布兰诺佩斯的确实 他现在定位比较尴尬 只有第三边封 这个赛季出场机会也很少 然后表现的话一般吧 不到7分的一个表现 就是比较一般的了 主力这个鲁蒂和这个甲洛是做死的了 所以布兰诺佩斯确实可以可以考虑卖了哈 其次的话 杰米弗洛伦斯的话 哎呀我点错了 杰米弗洛伦斯的话 这一边把6.6万的那个报价就可以拒绝掉了 9.9万这个同意了 OK 布兰诺佩斯的话先看一下参考的价格 这边给出的报价2.15万 然后进到这里面的挂牌价是多少 5.6万 好的 大概5.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这边他报价3.9万 抬到5.6万吧 布兰诺佩斯反正可以卖 正好要买新的右边封 虽然新的右边封C要低很多 但是主要是只把这样耽误人 反正第三右边封 真的同意了 好的 那我就过时间了 那么过时间的同时 我这一边这边只要一点确定 他就会把怪怪价给你改过来 这个跟大家也说了无数次的 所以就不用再说了 OK 这一边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他翻费 木地亚巴的话 这一边没有人报价 我们推荐一个3万试一下 推荐一个3万试一下 OK 木地亚巴反正是我们要卖的了 好的 我们这边之前的话是欠了一堆 这一个来自大陆 来自国族的小妖 照惯例呢 这种新闻发布会 只要去吹捧一波球员就可以了 也不用干别的事情 这是东窗的话呢 除了有一个是国族的那个小妖 是作为培养的人才拉进来的 其他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技战力 就是来了直接可以在一线队踢上球的球员 我才买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改了这一个4-3-1-2 所以的话对我们前方的需求也就高了起来 因为我们原先一线队只有两个前锋 现在首发就要放两个前锋了 就算把二线队的这一个预备队的这一个 谁马克思拉上来 我们也还是缺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上我在东窗直接报价了两个 我挑中的这个前锋 一买买两个 这样马克思又可以回预备队了 马克思真的太惨了 其实类似的情况 马克思如果要是我们预备队的这个前锋够了的话 马克思真的就有好的报价把它放走吧 这样耽误人家 我一直是抱着这种心态的 就是他毕竟也是为我们球队建功立业的 也没做什么坏事 布兰洛佩斯的话也可以卖 但是这个不行 我拒绝 我们要他未来的这个钱 金振宇 金振宇的报价可以放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批影员其实买了中后卫的 所以金振宇的话 有可能会被替换掉的 拖雷还是不卖的 拖雷他这个PA过硬的 当然不卖 这个被拒绝也正常 没有什么所谓 等一下 我怎么好像记得我是不是报价了这个人 然后被一个队的视讯给搞黄了 等一下 我去开一下 我专门有个文件夹记着我的买的人的 但是现在好像对 我刚刚一下点快了 他好像这个人视讯的被那个啥的 我也好 他在视讯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报价他 对的 这个人是我们是我们是要的 这个沙雕队伍去报了一个那个视讯 他就同意了 这个只能重新签一下了 重新签一下就好了 这个人的合同我准备给他2加2 然后这条款一个都不给 稍微抬一下价面 他直接拒绝 200吧 好 OK 行 基特森博纳尔这边就搞定了 有别的队伍来抢的话 我们倒是在看 其他人的话我们继续 这边可以关注一下 鼠标一趟去这个出价之后可以看到有哪些队伍爆价了 这样子的话可以知道有没有必要抬价 法兰西伯纳尔 这里有个跑来一个什么阿尔法联跟我抢 阿尔法联 士丙西非区的 1.5倍吧 反正他这个工资给的太少了 300块钱涨到450块钱 对于我们球队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能牵到这个人就很关键 而且这边我们做好存档 如果他真的去了别的队 我们随时载入存档再提高报价就可以了 无非是加钱的事情 好这边我们已经挖来了一个右后卫 这个是叫做万德莱瓦莱西 好 万德莱瓦莱西 这一个的话他没有右后位位置 但他是左边的进攻型边后卫 但他实际上是个右脚球员 所以的话在我们队里我会把它改造成右后卫 纯粹的正统右后卫 OK 他的属性分配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也不具体展开了 反正是作为替补来的 主要是大家知道我们罗伯布朗 确实他上线太低了 所以的话这边 我觉得右后卫在一线队的话 有一个影员还是可以的 毕竟即使是按现在的C的话 他也已经比罗伯布朗要高了 所以的话就是说他现在不比罗伯布朗差的情况下还有未来 所以这个这样就没得比了 罗伯布朗的话下赛季结束 这个赛季结束就可以考虑挂牌送走了 一般合同点我就喜欢挂牌人 好接下来的话马上会迎来我们这个新战术包的第一场比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周周大神的这个战术包的这个效果 然后呢我也是测试了很多轮调配过很多轮的 那么除了这个战术包的那个除了那个周周大神的这个战术包作为我们的主战术以外呢 之后我还准备了一个追分用的战术 那个战术的话呢就是疯狂进攻的啊 基特森博纳尔有人来抢 抢呗打 来 加钱 有人来跟你抢人的时候 大家就是做好一个这个存档的这个准备就好了啊 其实在买人方面 我觉得SL一下我觉得倒还还好 我个人是无伤大雅的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反正每个人玩游戏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单机游戏是吧 就是玩家花钱买了 那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反正是吧 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这是重点是吧 他不像网游 网游你开那些作弊啊那些的 那肯定是影响别人的 那当然不行 可是这是个单机游戏 所以的话我觉得 只要是花钱把这个游戏买下来的玩家 那是真的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反正不影响别人对吧 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个人其实很习惯 就是说在签约球员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存个档的SL一下 因为你万一这样子自由球员签 你报价没抢过 那真的很亏很伤 是吧 而在这种时候SL一下 其实也不算特别过分啊 个人也觉得就是不算离谱的事情 旁边丢一杯对了 这个RICO买过来就是可以打阻力的了 当然这个是我把这个阵容提前存好 并不是说我下一场他就要打阻力了 他这个状态下场肯定打不了阻力了 替补替补上场可以踢一下 这一边的话大家也都记得了 我们的DMA这个状态确实一直不好 所以的话这边一狠心牵了个前腰下来 这个前腰的话 CAPA都比乔治城还要再高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前腰位置上的这个实力 继续进一步提升 嗯 曹臣又改啦 又变成先祖后克了 有毒吧 好吧 因为他们踢足连杯的这个缘故 神奇了 又变成先祖后克了 好吧好吧你开心就好 本来呢是先组后克的这一个 顺序打 结果呢 我们他因为这个赛程调整 变成我们先克后组 然后他又调整回去了 这个赛程调整了两次可还行 好这一批我们要买的球员的话 刚才我们是报价了9个人 现在的话已经谈下了这一个 康斯坦西亚 这个是他续约了吗 我们签的这个人他续约了吗 我们想挖的这个人续了个约 很烦我们报价他同意的了 那这应该量了的 有的时候AI的话会干这种事情的 就是你一报他价买他的人 他就算答应了 然后偷偷背后里跟这个人续约 就很恶心 砸一个违约金试一下 不过他刚续约通常这种 也不会同意的了 不过也没所谓了 因为这个其实CAPA牵过来的话 他的这个PA上限 其实比我们那个马拉 还是要低一些的 只是不过他比考克斯要厉害一点 但也就真的是厉害一点点而已 没有厉害很多 所以的话这个球员的话 属于锦上添花吧 也不是特别取宗送派的 尤其是大家也知道门将这个位置 我们还没有急切到说 一定要签个新门将的那种程度 我们其实两个门将发挥都不错 尤其是考克斯 其实有的时候替补上场发挥也不错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这个门将我觉得没有挖到 对我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好 我们虽然存着的 现在我们对这强的首发 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这场比赛是个联赛 很明显很多的球员 刚加盟球队的是不能打 马上打首发的 他们需要找一下状态的 好 我们把刚才阵容存为我们的阵容一 也只是为了方便 我们到时在进行人员调整的时候 比较选择方便而已 我们预备队也是现在人丁兴旺 放个骨子慢进踢不细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站位变了 所以之后的话 如果签老将的话 估计就签一个老前锋 和一个老后卫差不多了 这样也好一个老前锋 我们就当他是慢的 然后再配合一个年轻的 一慢一快也挺好的 然后我再看一眼 我后台开了一个球台软件 我可以再看一眼 有没有合适的一个门将 没有就算了 其实没所谓的 我们马拉的门将 我们的门将 那个马拉他的这个PA有140多 这个说白了 踢到四抄都没有问题的 没有什么影响 我看一眼 没有了 对 如果我说这个门将拿不下来的话 就没有比 现在目前能签的人里面 没有比考克斯更厉害的了 那就没有必要签了 也就是我们要挖九个人的话 有一个失败了 剩下有四个来了 现在还有四个正在谈判 在拉锯战 但现在感觉压力也还好吧 我们反正都加了架了 都加了架了已经 有人抢的人 我们都加了架了 OK 我们第一场比赛的话 可以先开梯了 等人来齐了 我们再调主阀的球员 我一般喜欢等人来齐了 在主阀 要不然来一个人调一次很麻烦的 好 我们几个这些没有状态的球员的话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我们可以领先的话 我们就可以换上这些 没有状态的人上来 找些比赛状态了 OK 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今晚的也是战术包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将身穿紫色队服 对方将身穿红色队服 来作战 OK 我这边之前自己在玩的时候 把比赛声音关了 我重新开一下就好 稍等一下 偏好选择 音量 比赛音效 OK 好 对方前场的界外球支出来 然后对方现在在进过我们的左路 打了一个身后塞到禁区里面 你说这个呢 你能怪这束包吗 你也不能怪这束包吧 但是 我去 我他妈这门家在演我 我这种 这种球都能丢了 我靠 这门家在演我 我去 我炸了 直接骂娘了 我操 不是这丢球什么鬼啊 我前一段时间才夸完门将 我这口毒奶也太毒了吧 这是逼着我买门将吗 我去 右边封鲁帝在给张燃 对的 我们现在因为是双前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张燃跟 这个我们的这个迪亚兹同场竞技 这么说有点奇怪 应该是叫同时上场 好 多艾尼亚斯右边 继续往前塞 占然这个是不是有越位了 有没有越位 越位了越位了 这球确实越位了 哇 却离谱了 马拉这个致命失误出去得骂死他 他居然不扣分啊 这个游戏也是有意思啊 致命失误不扣分 然后又伤了一个 天呐 今天真的是 哎哟 好吧 我估计这场还得输 现在呢 任意球 乔治诚往进去里送 张燃 哎呀 卧槽 真难啊 他在球居然没有算这个致命失误 我真的是很福气的 哎呀 我已经迷了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可以丢这种球啊 加一个心态了 好 下半场加班半场 我们将会从左往右进攻 右边接块球 直出来 多艾尼亚斯 再给乔治诚 乔治诚现在拉到边路 可以传终门前啊 只都能高 哎哟 左边接块球的机会 陪托马斯再给迪亚兹 迪亚兹现在拉的很边来 接球 然后卢洛 这个战术的话 我自己私下里打的挺多场的 然后呢 战术配合还是不错的 传学也很多 好 陪托马斯 再给佩拉 再给张燃 张燃这边接球以后 变得对手的这个放铲 是直接 啊 球全丢了 不过还好 马上捡了回来 张燃 拼速度 卧槽 Nice 哎呀 今天张燃 真的是还可以 有一说一 今天张燃 真的可以 哇 靠他一个人追分的 刚才这个球材 居然也可以强行 超车靠速度 70分钟这边继续换人 我们看一下平分来换人哈 换一下皮雷托马斯 其他的我们先不动 左边接外球的机会给比埃亚 再给迪亚兹 好的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战术包传球比我感觉比之前要多一些啊 这边的话可惜了 想法很好 但输了 进区里面这一边拿到球之后是张燃来主罚 可以 迪亚兹的话这一边是 在进区里面摔倒了 然后被对方啊 然后裁判是给了我们的一个点球 给对方处以极刑 然后这边的话张燃因为要冒紫西法了 所以张燃来主罚 恭喜张燃是获得了一个冒紫西法 这边有画面 我们继续看完画面 我们再决定换人吧 我现在就有点想多换几个这一个 啊 新签约的球员上场了 多少状态 哎漂亮的直塞 张燃 哎漂亮很无私 nice 来来 是的 这个球就打得漂亮 打得漂亮 早该这么打了 好球 好的可以降一个心态了 不用那么急了 我们这边换几个这种红色的 刚刚牵来球队的这个球员 来找下别状态啊 这边换下这一个啊 张燃张燃休息了 已经冒紫西法可以休息了 然后再换上西卡 然后还有个换人迷恶的话 换这个吧 嗯 他们三个都是刚加盟球队的 第一场代表我们球队的比赛 里科 这个也是刚加盟球队的 传球这边出现了失误 对方大脚先解围了 好我们佩雷拉在后场 这边进行传导 BIR BIR接球 然后这一边 左边是我们这个新签的这个 边前锋 边前卫 边锋都行 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战术毕竟是往后拉了 但是他们其实原本也是也是边锋 所以的话问题不大 所以现实里很多边锋 还有这个边前锋也是串着打的 没什么问题的 甚至就是连边后卫都说 一起一起串着打了 哎 一步就被过来啊 老了就是老了呀 佩雷拉 不过也还好 这一球的话 对方是运气不佳 打中了这个力柱 其实他这一球机会不是很好 我们这边关门关门啊 补防的到位 斜防的球员都已经到位了 对方的话 要是很牛逼的话 才能打进这种球 因为他离球面也很远啊 目前呢 这一场现在踢下来还不错 但主要的问题 其实第一球丢的实在是太搓了 搓的没没没没没话说了 已经好 这边后场起大脚解围 然后被对方是拿下了球权 对方也是直接门将就往中场这么送 好 中路的这个篮球还可以 但是卢洛这个反应实在是太慢了 有点有点鱼啊 卢洛这个反应 好 对方现在下底了 追传中球 门前 鲁地这个解围不错 亚兴托 大脚 找里科 好的 迪亚兹 迪亚兹这边 平速度 过后面了 nice nice 哎呀 无比 这站出来可以了 真的 就是第一球 我真的是 我这无语了 还能这么丢球的 还好还好 要兜向这么的踢 这个就这个战术确实还是证明了我没有信任错啊 大脚漂亮 RICO 啊可惜了 里科的话刚加盟球队 然后没有什么比赛状态正常 如果他的这个状态起来的话 他可能就吃了就可以了啊 这也是我们的心源 第一次代表我们队出赛啊 5D 好 对方解围了 应该中场哨了吧 还还还还不吹中场哨吗 可以吹了有一说一 好 有了瓦德兰 万德兰 瓦来西 中场还不吹吗 一般这种情况下放到现实早就吹中场哨了 不会不吹的 比阿亚啊可以跟对方有对抗的情况下还是把球球拿到了啊 你看我们这个在数据上其实碾压对手的今天真的是运气不好 就是第一球是运气不好啊 哎呀我们难得有一场大胜啊换战术是对的呀对啊 然后就这样这个战术包的这个战绩如果要是哪一天下滑了觉得就是那个啥了我们就继续换就行了 尽可能换站位相似的说不定我们这个要是战术下滑了 要是这个战绩下滑的我们就换回4231的战术包都行的 好吧 好那这个人就不要了 正式宣告有一个球员这个签约失败了啊好的 成个党先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奥科耶是卖给对方这个球队了 在对方打首发但是并没有什么表现 我原先的话两个4231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是分成一组一课 一个主场用一个课场用这个战术包的话呢我们就干脆一直就是这么用着 然后到时候的话反正要追分有追分的战术包 然后要是守平的话有脱平的战术包 所以的话我们就不分主课场的战术了 拖雷肯定是不卖的 我必须要加加后面的这一个条款不加条款是不会裸卖的太亏了 好杰米弗洛雷斯的话先爆20万试一下 反正弗洛雷斯的话我们要出掉了 包括这一个穆迪亚8两个人是要卖的人了 同意了 然后把他另一笔这个转汇给锯掉了 9.9万这个给锯掉了 好我们这边直接过时间的话呢 他就会把这一个报价给改回这一个20万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改开个40万 看看哪个土豪对来买 没事要买就买走 反正这个是吧这个人职业这么低 这得涨多少次才能涨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职业的这个属性 对吧 我想想看穆迪亚8的话居然没有人要 就克伦波 继续 同手无期啊 3万块钱买一个这么优秀的门将不买了 看来真的忽悠不到啊 他不买 哭了 好我们的这个新签约的球员尽可能这两场都打 就累着吧 让他们一开始先累着 这样子也好 这样说明我们打那个拉斯帕马斯的时候呢 这一帮新签约的球员呢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确实 要一签来你也不敢让他上来打 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就等于是东窗这个就没有什么 帮助新签的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帮助了对比赛 他们刚来球队没有什么状态 说实话你也不敢让他踢啊 甚至你踢补有的时候都心虚 因为他没有状态 万一出什么单刀不进啊或者后卫来一个什么致命失误啊 就哭了啊 穆迪亚83万块钱一口价同意 赶紧走 好这个右边封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小妖李建峰我们签下来了 那么这一边的话培养的这个位置就改成了中场右边封测印 好这个放预备队去 他的这个CA是打不上一线队的 直接放预备队啊 好我们存多一个档之后的话 对我新签约的球员的话我们大会可以调下这个辅导 当然等新人都已经来齐了 我很不喜欢就是说来一个调一个挺麻烦的 我们就直接就是等人来齐了 然后再那个啥 好这边的话又签了一个前锋阿基诺 那么他的话是调成这个突前 从目前一线队来说的话呢 因亚基马克思又要遗憾的送预备队了 太惨了 好他已经泪绝不碍了可以 已经不闹事了 之前送预备队他都要闹事 现在不闹事了也好 这个马尔丁阿基诺好像还在乌拉圭的这一个国家青年队 所以的话目前还在这个提国家队比赛啊 我看一下 是的 他的这个乌拉圭再看一下 U20的这个青年队 他们的话有一个南美U20锦标赛啊 这种属于就是说比较小的这国家青年队的赛事 这种撞了就撞了 我我在做赛时的时候也不会规避这种这种小规合我比赛的 因为他真照的人也不会太多 没事 这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先用着马克思继续打他的这个位置就行 博博布朗杨小城表扬训练成长 来 穆迪亚巴还有弗洛雷斯两个就是等于是被我们淘汰的啊 欧科接下来的话 下一场这个是优势酒吧对的全丢优势酒去 打完又是酒阁背靠背直接打这个心机天的这个预备的比赛 不要犹豫 他们现在不找机会赶紧把这个比较状态拿出来的话 倒是怎么打拉斯帕尔马斯对吧 你好歹把状态打成黄色吧 要不然哪敢用啊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拨S1的时候就第一个赛季的时候呢 当时就是那个我们中东窗也是牵了一队人 然后一回来就要打这个三花 所以当时的话我们是 也是什么呢 不赶紧给他们练状态的话就没办法打三花了啊 是苏斯迪亚兹不卖的 拖雷不卖的 罗纳尔 张然不卖的 国防体育 他有兴趣跟国防体育聊一聊好呀 其实我把所有球队都做的钱很多的好处就是在于这里 你卖人其实也卖的掉啊 因为大家都有钱来买你的人啊 他的这个的话现在是40万我们改成80万 卡尔罗斯奇卡 希望我们新签院的这些球员的话可以 可以就是说帮助我们跟这个拉斯帕尔马斯有一战之力了 我们新签约的话都是90多啊 然后有两个70多的 然后还有一百的 确实啊 看一下现在媒体预测 已经第一了 我们原先媒体预测是第二的 现在第一了 就是包括游戏 他也觉得就是我们队的这个在东窗的操作以后实力变强了 但是就是看这个新战术的磨合已经新球员的磨合了 我这个1月已经成了不知道多少个档了 因为我们一般喜欢这个东窗直接一次性玩完 话说回来不知道大家有多少观众是关注奥运会的 我前段时间看奥运会看的还是很爽的 尤其是我们南单半决赛两个4比3 都是惊险获胜 但是又觉得真的赢的很爽 然后还有就是看这个小胖跟这个马龙的这个决赛啊 真的好看 然后打的很精彩 只能说未来是小胖的 但是现在还是马龙还是这个王 真的是太强了 马龙真的已经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世界第一人的问题了 他的现在就是说马龙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是南单历史第一人了 有一说一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太强了 他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战绩啊 真的是可以说是就是用变态来形容 太强太强太强了 这把人踢这个预备对比赛啊 像这种红色的赶紧就是扭回来 打恩格西普拉蒂拉姆的话 因为我还是希望杯赛能够更进一步的 但是联赛又不能那个啥 所以的话 这场比赛我将会采用的方法 是让那一些状态 相对来说差的打这一场找找找状态 但是主力的话呢 就可能我会歇一些人啊 比亚兹补卖 林肯卢洛 这个是谁啊 这是我们队的 卢洛补卖 他预备对他不用我刚才放下去的人 尴尬了 这个预备对教练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行吧 那我们等下一场比赛 给这些球员尽量去打那个普达蒂拉姆的时候 找状态吧 只能这样了 多层党多层党多层党 现在我们是看中了9个球员 我们签了4个还是5个 我看一眼 我们看中了9个球员 然后签来了6个 一个失败了 还有两个 是吧 应该签了6个人来吧 对的 签约成功现在是6个 下一场打普达蒂阿姆的话 我会多上一些球员去找状态 然后的话 直接到是12号13号给他们放假 然后就打这个拉斯帕尔马斯了 嗯 好这边编号位被抢了一个 这边编号位被抢了一个 我们倒是加一下他的报价 我看他们报了多少 775块钱 OK 周星775 博纳尔的话还没说 这边可以载入了 有用了 好 其他的这个阿尔法联好像比我们联赛等级还有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要给出去的这个工资就要比他们队高 这样他才会优先来我们队 否则他就一定会先去这个优先去这个更高的那个啥了 就是个阿尔法联 他是饼的 我们是钉的 他们声望比我们高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报价的话也只是450 对面其实也加了钱 对面也加了钱的 所以的话他他谈到775 他其实对面那个队也是想压我们架的 那的话我想我报个多少的钱呢 报到1200吧 他们报到775答应了 我们报到1200吧 试一下 如果1200不答应就再加呗 对吧 好 目的28的话是我抛售的球员 我那个傻是那个傻了 他也是搞到我不爽的球员就不跟他驯化了 我不是不打算留这个罗布莱安罗佩斯 但是我觉得钱要给够啊 他这个罗宾汉能不能钱给多一点啊 那就算了来继续卖这个 我们把目的28扫地出门啊 卖了3万块钱 我们要签的这个中后卫的话确实是很强的一个补充 大家看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加钱也要那个啥 免签自由球员89的能力143的pa 这个是吧 愿意来的话肯定要抢的 那就先先拒绝了吧 不然先同意吧 先同意吧 这三个队的话这样的话我看看 三个队报价都在3万多上下 3.85万 从4万起开始谈判吧 从4万起开始谈判吧 这个往6万谈判吧 这个往6万谈判吧 这一会儿 está玩的 我们先拒绝了 我们先拒绝吧 这个往6万起来 我们先拒绝吧 我们先拒绝吧 再一次 我们先拒绝吧 48,000差不多 48,000估计他能答应 估计也是 答应了报价以后 千万不要忘记改官怀价 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就不好 后续很难就很麻烦进行台价了 所以后面其他的队伍来报价 全部都要来报48,000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只要让这个东西赚起来 我们就要改他的这个价 直接改10万吧 这两个人的话就看什么时候签好了 两个人的话现在都很多人跟我们抢 这一队中后卫的话对我们中后卫之上也是很大的一个补强 金正宇的话虽然能踢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的这个上限太低了 然后我们中后卫里面是有一个还是老将的 弗洛雷斯的话卖掉了卖了40万不亏的 吉米弗洛伦斯的话当时是免签的 从美国这个费城连学院签过来 然后现在卖了40万可以 张冉伯纳尔 拒绝我就拒绝 拒绝一次我抬一次价格气到我了 我直接挂耳术了 不理他们了 这帮队伍报价直接就是报的 不让我谈这个未来条款的 那我宁愿让那个啥了是吧 如果布兰洛佩斯拒绝了那个队的报价 我就直接推进20 到时再找人谈判吧 肯定是有队伍要的 不会说没有队伍要的 弗雷斯我觉得卖40万血赚啊 他这个人职业非常的低 然后练也练不动是吧 我们当初又是免签的 隔了一个赛季卖了个40万 还有未来条款完全不亏 这样他就算踢出来了 没有钱赚 这样他到时再转一手 我们就可以拿一半的转回费 他没踢出来的话 反正没踢出来呢 我们也该卖他 是这样 现在来的很多报价的人都是豪门来报价迪亚兹了 要抢啊 然而抢不够我们 对啊 我们都能留下来了 然后呢我个人职业生涯的这个最大的一笔这个转会呢 其实之前也是做出来了啊 就是这个李柯啊 这个DDI李柯的话 我是花了110万欧元买下来的 然后他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虽然没有迪亚兹这么变态性价比 但也不错了啊 96的一个CA 现在就可以当这个主力之一来打 切到了133 主要他的话这个分配啊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关键属性都挺好看的 所以的话这个我就110万就把它买下来了啊 我觉得这个人要是真的练上去的话 将来肯定不止110万的这个身价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拿下来不亏啊 反正现在这个马尔丁阿基诺还在打这个那个国家队比赛 所以的话正好 这场比赛的话像之前跟大家说的一样 我们这场比赛啊 不在对内那个排掉 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尽可能让替补席上面 没有比赛状态的人上去踢啊 比如说这场的话首发是马克思和这个迪迪埃里克 两个人打这个首发 之后的话啊 右边后卫的话 马来西 然后中后卫的话阿格尔曼加金正宇 金正宇的话身上是有这个黄牌要停赛的 我想想看 假的这种身上有黄牌要停赛的 就直接不要进大名单比较好 因为不希望他们停下一场下一场太重要了 卡斯蒂略吧卡斯蒂略手发 然后看一看 克尔维拉放一杯替补席 最多我放一个中后卫放到替补席但我不用他吧 金正宇放替补席但不用他 好这场的话中后卫阿格尔曼卡斯蒂略 然后李福考克斯首发 金正宇就不管了 左边路雷纳托 托雷这边也没有状态 那就那就那是两个人这个兜兜那个什么吧 到时大伙都上一下 好其他其他位置上的话能轮换还是轮换一下 卡斯蒂略皮雷托马斯 哦 克尔维拉这样子 拉一个右后卫来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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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拉一个人上来一队打一下就差不多了奥利维拉 对 哎舒服 这是我们下一场比赛打这个恩格西普拉蒂纳姆的这一个联赛的这个首发 这场的话我们轮换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最主要还是为了到主场能够跟拉斯帕尔马斯好好踢一下 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很艰难 好我们对比上一场的话有9个人 那个啥 好我们将会身穿白色队服对方身穿一个这个深蓝的这个队服 然后我们现在是做客啊 恩格西普拉蒂纳姆是哪里的球队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来自金巴布韦吗 金巴布韦 非洲球队 好卡洛斯奇卡这一边选择打了一个战术 这一球两个人之间互相倒角 别别别别失误别失误 哎呀我操 哎呀卢洛这个废物啊我真的是 哇去 哎呀幼稚十五真的是 我现在是真觉得卢洛有点不太行啊 别啊我还以为他这样回船要进进球门里了 吓死了 好大脚马克思一顶 哎机会右边路马马杜甲洛上来 船中被封堵了一脚之后瓦来西 又给卢洛 奇卡这边没办法转身啊 刚才其实如果能转身的话就可以直塞了 卢洛这边打球 奇卡 瓦来西我们这边 哎漂亮 对的 这个战术在这一方面真的打的都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传的很耐心打这种控球 简单的这个击脚传递就可以就是在对方的这个禁区线上找到这个机会找到这个漏洞啊 对方欣赏任意球 我们左路这边防他哎对方中路一顶哎危险哎呀完了 这边阿格尔曼 把对方放倒送了个点球 这又显得很蠢啊 哎呦 塔克斯的话判断对的方向但是对方射门力量很大 所以的话球速很快并没能突出来 那我们这边17分钟是1比1在客场暂时还是跟对方打平的 慢慢来吧继续踢 嗯 估计的话得换人 中场的话还得降一下他的这个防守动作了 三张黄牌了啊 啊暂时没有那啥了 一二三三个人 然后战术包 我们其实这个在这个阵容的话 还是比较浪的 感轮轮换成这个样子还是比较浪的一个阵容 打成这样倒也还好 换人了 看一下 瓦来西托雷两个人换下 换上雷纳托换上罗伯布朗 然后继续我们看一下6.5分 但是带黄牌 体能见黄了 卡斯蒂略也换了 落后的话就换上老加马佩雷拉 加一格心态 我还是希望能赢球的说是吧 65分钟继续换人 换掉马马度甲落 右边锋 换上鲁地 对方前场的这个界外球制出来 现在面对我们右路的一个防守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前17卡在逼抢对方 对方现在是来到了中路 又分边 好 注意下地传中了 这方也是回传了 并没有传中啊 看有机会抢他球了 进去里直接送 漂亮第一点顶出去了 卡洛斯奇卡带球反击 有实赛机会吗 选择自己来 再分给马克思远世 哦 立柱 这球很可惜啊 马克思的这个立柱打得很可惜 很接近了 没事 如果照的这么打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 罗伯布朗这边中路拿球 找队有机会 马克思被封堵的一角 最多张反击 好的 投球的话拼不过佩雷拉 马克思这边继续护球 但是 哎 漂亮 又是一个立柱 我靠 我们队俩立柱了 把体能见红的卡洛斯奇卡换下 换上乔治成 差不多 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就这样了 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队的机会真的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没有把握好 我们一左一右 左右护法俩立柱了 比埃亚这边中路带球 在塞里科 漂亮 这身体素质不错 把这个球拿下了 护住了以后回传 马克思亚清脱 再给比埃亚 比埃亚中路远射 高了 可惜 这场的任意球 罗布朗 我们这边已经换了换完了 五个换人名额了 罗布朗带球 也是打远射 远射有点多了 不断去挑战对方的这个门将是对的 好 对方后场的任意球 打给边路 塞了个身后 注意一下 对船中门前 漂亮 考克斯这边直接把这个船中线路给封死了 这一球出的漂亮 这球要是过去真的很危险 还好 门将大脚马克思一顶 哦 这一球很有想象力啊 但是要是顶的位置 再往这里厚一点的话 说不定真有机会啊 对方这边大脚 来 注意一下 中路的防守 好的 我们现在挡下了一脚射门 李柯 漂亮 这球抢的 哎漂亮 乔志诚 漂亮的直塞 丹刀了 漂亮 绝杀 nice 好球 这个直塞漂亮 直接杀死比赛 乔志诚远射 任一球 对方的门将神扑 要不然这球就直接进了啊 好球 乔志诚主罚这一个脚球 前点 正方先顶出来了 罗布朗接这个顶出来的解围球 塞了个身后给鲁蒂给过了 给大力了 这球事物不应该啊布朗 好 对方门将的大脚 后场比阿亚先把球拦接下来 这边注意防守啊 我这边已经是之前开回反击心态的了 但是战术包还是没有换啊 漂亮 这边亚新拖的一个抢断 防守很积极 乔志诚带球给马克思 马克思这边有机会吗 全中漂亮 这个越位真的是毫厉之间啊 我看到李克奇是跟对方后卫是直接有胜利接触的情况下 然后他抢到这个球的啊 这球很可惜 这球越位真的是在毫厉之间 但是可以 我们在多人轮换的情况下 在客场还能拿到一场胜利可以 只精神一个球的话还是不要夸得太厉害啊 只精神一个球的话还是不要夸得太厉害啊 哎呀放假 真的我刚才是按照状态过滤的过滤错了过滤点错了不是按照体能过滤的了过滤点错了等一下我去完了我刚出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存档1月11号啊那我跳过比赛吧我去还不来对面又加钱了吗继续加钱吗还要 好烦啊这个球队跟我非要跟我抢这个免签中后卫跳过了对啊这场白打了我去干他妹夫的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给我出结果呢早不告诉我这个签约没成功干你妹夫 加钱吗还能说啥 哎呀好恶心啊 哎呀首发都要重新搞我我要被这个逼烦死了这狗狗的球队信不信我把你把你的核武人全核武成一 跟我抢人烦死了 哎呀这么一跳过就不知道这场的这个积分还能拿到三分了哎呀这一搞真的是打乱我所有计划 而且重点是刚才很多替补商场都可以找到状态的人他AI用的话是不会让他们踢的了真的很烦 阿西吧 差不多在这里存个挡吧 我们要利用好这一个跳过比赛的这个机会啊直接跳了 带黄牌也不上了免得他倒是下一场给我们来个竞赛 估计模拟可能要输我觉得我们轮换太多人了手打还好模拟可能要输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太恶心了这也 嗯 啊这也不是坏事好吧也不是坏事 先出结果先存个档 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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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丢人啊这个这个这个战绩还是很好的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正好现在就记得我们就是一出来先直接调调这个休息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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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种不想的预感我觉得除了这个中后位也坏 另外一个一堆人报价的中后位估计还是要加恰的 那个我们好像只加过一次价 吴国栋的话我们拿到了50%的一个那个啥 我们当初签的这些条款都开始那个有用了哈看一下 5000块钱转会去以后收到收到一半可以 当初我们在第一个赛季用的一个人 然后因为大家都记得吗我们这个档是重新当时重新开的嘛 所以的话这是当时签的人 我们是2.8万卖给路易港然后还要了未来的50% 然后他这边就5000块钱卖给中甲球队和北精英了 吴国栋 其实卖过去他的他们队也打不上阻力 这个确实不值钱 但也好啊有钱分啊 我签这么多50%条款就是干这个的 运行好报价好好卖一两个就血赚啊 好我们期待我们下场比赛对手 是拉斯帕尔玛斯 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里面最难打的比赛了 其他的比赛我觉得还好 这一场就会比较难 我们换了新的战术包 战术熟练度没有练满 然后换了新的人 新的球员的磨合度也没有满 好 洛佩斯的话肯定要发表感言的 比亚兹不卖 托雷不卖 杜埃尼亚斯不卖 张燃不卖 两颗甲洛都是这一个明显的进步 挺好的 又要涨CA了 我现在把我逼了我一天存一次挡了 还有甲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人可能会被挖掉 而且可能会被几十万转回费就挖掉 这没有办法 当初如果我们不签这个约 他就根本不会来 果然 看一下他答应的这个是多少钱 850块钱 850块钱的话给他加钱吧 伯纳尔 850的话我们给他价台到合同1300的周星 1300 不要台的太离谱 这样子的话破坏球队工资结构也不好 但是当然保证能撬他的前提之下 给的越少越好 我们现在报的是400 那肯定了直接翻三倍了 1300 这两个自由球员真的跟宝一样 这两个一堆球队强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右边风卖掉一个以后 现在的第三右边风就会由李建峰来担任了 虽然他这个CA差的有点多 但是反正我们预备队还有别的右边风 待会看吧 我们在下窗的时候 还有这个清训刷小妖的时候 都会再看一下人的 波安洛佩斯在我们队打了这么久的第三右后卫啊 第三右边风啊 是时候可以就是出手了 罗伯布朗这个赛计结束以后挂个牌吧 不要再我们对这个荒废了 好 我们将会迎来我们这个今天最大的这个重头戏啊 主场打拉斯帕阿玛斯 这一场 难打 先主后客都不好打 一旦丢球的话 对方有客场进球就会很麻烦 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希望不要丢球吧 我看一下 啊 有毒吧 他同意别人925的也不同意我的 哈 我们的生望是有多低啊 我们开的钱比他那个狗逼球队开的要多的多 多好几百啊 差不多翻了一倍了 是啊 是啊 那个都给他900多 我们给他1800他不来 给他2700 我去 我们球队比别人就低了一个级别 差这么远 我给了他3倍工资哈 太可怕了 真的疯狂在抢人内卷啊 训练这个人夸完以后我们就就直接再存一个当 哈哈哈 阿西吧 免签个人太难了 一万个球队跟你抢 而且他们每个队生望都比你高 人家给你三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得到 得到 得到球员 得到你球员你要你要你要得到他你要给人家这个AI球队三倍的工资 去去台牙了我真是 啊 都给了2700的周星了三倍了哥哥 考虑一下好吧 哎呦我去 张燃的话估计有一天可能也要被我们的这个一线队给替换下去 所以的话到张燃那个要替换的那一天的话 我们就给他找一个好东家给他出掉了啊 我们的清训主管给人相中了可爱心 我们看看 我们的清训主管现在什么水平啊 清训主管 西芒福塔雷斯三星半 三星半招募训练团队清训主管 如果要是我们能直接牵到四颗星的话呢 那这个人被挖我也没有所谓了 看一下咯 有哎还真的有哎 那这个是组球总监啊 这个这个不算数的 那就那就留吧 先跟他聊天 看他留不留不留的话给他提一份报价续约 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啊 钱给多一点 去约吧 去约吧 加一年 这工资上幅的话就给他去掉了 然后 给他加加点钱吧 差不多 在他现有的这个工资基础上翻了一倍了 嗯 这样都他不愿意跟我们削的话 那就算了就不管了啊 那就挖子就挖走了 反正我们可以免签到跟他一样星星的 只不过那个没有pa了啊 好 这一场打拉斯帕马斯的话 我们是可以全全部人齐全的可以上了 等等 怎么还少一个 我看 哦对 我们有一个那个被国家队那个照走的 那个但是那个其实还没有融入球队的 好 这种关键比赛的话 这种红色的还是不要上了 没有状态的 乔治成首发 然后 首发的话 李柯这种也不要踢 都是红色的这种不要踢啊 这种状态 出事的啊 其实基本上是维持了我们对原有的一个这个首发 但是我们替补的话就不知道这些 新亲爱的球员在替补板凳席上面可以 发起怎样的一个 火力 嗯 OK 我们这一边 英亚及马克思 第十一人 第十二人的话带一个马尔丁骨子曼 可以了过了 啊 成格党 每次一到东窗我们要存一个万个档 好 这边要改一下张燃 紧右脚的话就放在靠右的地方 就不要放在靠左了 要不然靠左的话经常容易要需要他 他用逆组去踢就不好了 好 九处调整 OK 对这来自西班牙的球队拉斯帕尔玛斯的比赛 我们在自家的主场然后身穿紫色队服 对方身穿黄色队服啊 我们的前场的一个记败球我们从中往右进攻 这边对方先解围了 多埃尼亚斯啊想回这个球权还好 这球权被对方拿到会有点小危险了 多埃尼亚斯右边带球上来以后给鲁蒂 好我们在多人这边进行多的一个传控 其实这个战术我打下来其实蛮喜欢的 原因就是这个传控很多 打的也很赏心悦目 多埃尼亚斯这边在往里面的时候失误了 啊这边的话我们传控多的话坏处就是这样 就是他始终是会要出现失误的啊 ok注意一下中路的防守 对方一个远射这球远射不是特别有危险 太远了而且防守权利还在位置上的 好说了对方比我们强比我们高一个级别 平均c比我们高的情况下就多夸就行了啊 反正是不能骂的 ok好我们这边门将开门球出来 对方其实压得很前 但是我们这样走大脚的话就可以把球传到现场了 好张燃这边对前方下底找队友传中 这个传中质量很高 迪亚斯漂亮 nice 哇 可以来自张燃跟迪亚斯的这个连线 这球打的相当精彩 这球这个射的射门质量很高啊 好那我们这边啊继续 你看对方四二三一 这前场你看一二三四四个人 直接压我们后防线四个人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要门将敢开大脚啊 好你看嘛对吧就往边路拉 对嘛你看两脚传递就到了前场了 迪亚斯 左边下底有机会传中吗 继续里面放倒了 拆盘给了点球 可以 这样会有我们的老匠佩雷拉来主划这个点球 佩雷拉加油 老匠佩雷拉走向这个罚球点 来打漂亮 哇 我们在主场现在是领先比我们高一个级别的拉斯帕尔马斯2比0了 好球 左边有一个界外球的机会 皮埃托马斯这边选择置给迪亚兹之之后 皮埃托马斯带球走到进去里面 穿后点 乔助成 这球抢到了第一点可惜了 挺高了 否则的话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分啊 乔助成这边也是漂亮啊可惜 皮埃托马斯的话是左右脚球员 所以他会比较灵活 两只脚的话都可以这个左右开弓 多艾尼亚斯给到乔助成 带球过了一个 可以分边了 漂亮给鲁蒂 这技能打的多好看啊 后点 第二支 3比0 有一输一这个战术包进攻是真好看 兄弟们 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感觉这个战术包进攻比之前好看的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们 对吧 可以的 不要忘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球队比我们要强的 他平均C比我们高好几十啊 乔助成漂亮的一个抢断 起场反击的机会 迪拉斯带球 往中路走 这方人多起来了 远射被封堵以后 抓人 哇 漂亮 4比0 今天我们队伍把握机会的能力出奇的好 真的是漂亮 1 2 3 4 5 5张牌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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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换人了换人了换人了 我们这个带牌的赶紧换了 倒是再来张黄牌 我们真的不用再来张两黄 两黄变异红不用玩了 换上金正宇 然后卢洛和乔治成换一个 乔治成的话还在 我觉得换卢洛吧 换上老将压一下阵 巴雷托 两边改防守型边风啊 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周周大神直接教我的啊 70分钟了 这边可以继续换人了 左边路换个对位的吧 再换要带黄牌的 我真的现在怕极了黄牌了 再要黄牌真的是不玩了 我们的一个边线球 给托马斯给到替补上场的奇卡 奇卡是这个东窗才刚加盟我们队的 这边传过来给杜亚尼亚斯 巴雷托 回船 好的 哎漂亮 迪亚兹机会啊 可惜 你看我们队少打一个人都还可以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啊 刚才迪亚斯这个脚感再好一点的话 刚才有的了 这个是绝对的好机会了啊 可惜了 差一点点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少打一人下半场没有丢球 我觉得就不错了 而且今天其实对方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场面上面数据上面都是玩压对手 我觉得这一场我很满意 真的这个新赛兽包可以的 有一说一 用句话说叫有点东西的啊 我们赛后单独表扬一下9点1分的这一个迪亚兹 拓雷这边又红牌了 直接停赛三场可还行 自己作 真的是自己作 亚斯表扬一下 新发布会参加完以后 我们就存个党 免得到时候那两个人又签不到了啊 我们的拓雷的话 这个赛季吃到第三次这个红牌了 应该是 所以的话才会直接竞赛三场 我调的就是这样子 应该是第三次了 看一下 对的第三张黄牌了 所以他停赛三场 我设置的规则就是这样子 红牌停赛的场数 等于他吃的累计的红牌的章数 这样也好 很公平 你吃的红牌越多停赛就越多 毕竟红牌还是很严重的 这一个在足球场上很严重的行为 当然不应该值得鼓励 接下来的话 赛城横井打金鞭王冠 之后客场再打拉斯派尔玛斯就有底气了 客场去打拉斯派尔玛斯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亚兹不卖的 李福考克斯不卖 因为那个那个没有没有签下来 金正宇 耶达纳崩 报价报高一点 我们再考虑 好吧 好这边选择继续游戏以后 我们切出来 然后再给他改架 这两个新的中后围牵过来 金正宇肯定是可以就卖掉了 因为他这个没有什么PA了 他这个CA基本已经兑现完了 这个是个韩国棒子 但他却没有入选韩国国家队的这个实力 理论上来讲 我们在我们试超高级别的联赛的话 你要棒子要能踢下去 至少得是韩国国家队的水平 要不然的话就没什么前途 我来讲 哎呀总算牵过来了 真难 陈哥党免得我这样空格一按 然后另一个人聚了 这个人来了另一个人又聚了 我觉得他可能 哎呀我喜欢干这种事情 好我们欢迎这个名字特别长的男人 出去后卫中防守 那么因为来人了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按着去调 我们的这个预计的一线队的这个阵容 直接这个阿格尔曼就去备队了 大家其实发现金正宇这个赛季的CA 长得也不是很多了 因为他已经接近他的PA了 一个球员呢 他的这个CA涨得越接近PA就会涨的就是速度会相对放慢一点 嗨 真的 罗纳尔的话他签了也是900块钱 我估计可能也得给到2700 真的 好不容易两个中后会签来一个 另一个又聚了 合同 哎呀行吧给2700吧 哎呦 看一下我现在跟他谈的是多少 放个1.5倍再说吧 先给2000试一下 先给2000试一下 祝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金面王冠呢我估计是没什么事的 现在就是看客场打拉斯帕尔玛斯第二场 只要后方不被干崩 我觉得四个球的优势应该守得住 而且我们没有客场进球 我们但凡 哇 行吧 对面给他 对面给他350块钱 我们给他削合同报到800块钱 他都不愿意留下来 那这样的人我们也没有必要留他了 我们早上谈了话 然后又那个啥了 他就是不留 那没有办法 钱也加了 他宁愿去队伍拿350块钱 也不愿意在我们队伍拿800块钱 那我们对不起 我还可以签个三星三星半一样的 好 改他的这个职务的话是要加点钱的 不加的话他不同意一般 你看 那加吧 大家记得在签约职员的时候呢 是很矫情的职员 你只要就是说 用他签约想签的位置 不是他默认抱过来的位置的话 一般都是要加钱 就是职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增加梯队培养预算 应该可以了 是的 每个赛界的话 有四个可以加强的东西 可以点一下 一个是轻训设施 一个是训练设施 一个是轻训教练 一个是梯队培养 四个东西 但他一次性最多同意三个 所以的话 你这个就要隔一段时间再去报了 不同意的话 就三个说服都给他点完 这么扣门了吗 好吧 他不同意 那就不同意吧 不对啊 他成瑞不缺钱啊 4800万啊 死扣门 死扣 我估计可能是他这个 这个月已经花了600多万 去建设施了 所以他就不想 这个月已经花了1000多万 去建设施了 所以他不想再花钱了 可能是这个啊 我不确定啊 哎呦 这死扣老板 是吧 咋就摊上个这么个死扣老板 阿格尔曼丢预备队了 然后看一下 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力阵容架构 然后停赛的 停赛的国家队的 可以 这场联赛我们就正常去踢 好吧 因为下一场我们有四个球领先优势 所以这场我们不用考虑 下一场轮换的事情了 这一场就正常去打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中后位 还是阿格尔曼 然后看一下 我都要重新去记忆了 本来这里1到11是什么位置 我都记得 我都能背了 现在又要重新去记了 7号 7号位左边封 7号位左边封的话 张罗 熟人 10号位 11号位 这个10号位就是前锋了 然后12号就放多一个CA最高的 DMA 我原先对我的这个换人体系熟悉到 他的这个替补 我看数字 我就知道他是哪个位置了 现在要重新记了 好 接下来这场打金边王冠 我们就正常踢 就是按照这个CA最高的这个队伍去踢 就完事了 好 对方的话身穿一个红色的这个队服 然后金边王冠 应该是东南亚球队 我看一下 东南亚的柬埔寨球队 欣赏了一个任意球机会 亚青拖 后点 佩雷拉 漂亮 哎呦 这是提前启动了吗 任意球还来了一个越位啊 那可能是他 任意球罚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在越位位置上了 只可能这样 漂亮 卢洛这一边连强段 带解 带解围就出去了 还给这一个迪亚兹拿到的球 卢帝 沿路带球这一边 想这个过顶直塞进去 但是被对方后卫拦截了 奇卡 在前二位置上 球权 还是护住了 好的 多艾尼亚斯 在分边 卢帝 卢帝 卢带球 面对对方的防守 有机会传中了 看怎么处理 这一边球被抢断了 可惜 但是他们解围 球权还在我们脚下 我们又有进攻的机会 就反复的这么打就行了 卢洛 迪亚兹 漂亮 卢帝 是我们被挡了 但是补一脚 nice 迪亚兹 迪亚兹本赛 就定32个进球了 好凶 那我们将会在主场 1比0领先 这一支柬埔寨球队 金边王冠 对方是一个433 右边路 卢帝 这一边被两个人防守 不得不回传 卢洛 再给佩雷拉 决定回传门将了 好 我们这个是新元 德索扎 直接这个首发 漂亮 一个大脚迪亚兹 单到 2比0 好球 这个德索扎 也是代表我们队第一次出场 刚刚签 不签过来就打比赛了 也好 找找状态 亚青拖 远距离任意球 往进去里送后点 没有强到点 好 这个解围球 我们的奇卡应该能接到 行 我还有要求要出界了 奇卡拿球 给到中路的卢洛 回身做给皮耶托马斯 皮耶托马斯 掉给边路 马克思 亚新多后点 奇卡 一顶漂亮 刚才的话是传终到禁区里面 我们的前腰 头球顶给了右边的这个右边前卫 然后右边前卫一脚捅进 漂亮 3比0 这样我们踢得很顺利 上半场就3比0领先对手了 很舒服 好 半场结束 我们上半场就给了对方的一个最低消费 对方连一脚射门都没有 嗯 这个 今天的这一场说发挥确实很好啊 有一个黄牌的 喊一下 驯化就行 好 下半场 下半场我们就会从左往右进攻 好 这边我们换人 我们来看一下 替补西应该有很多球员 当然是这个瓦莱西就是啊 瓦莱西金正宇迪耶梅是优先上的人啊 刚好杜埃尼亚斯的话这个体能是橙色的就直接换了吧 然后 其他人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 迪耶梅 迪耶梅是预备队拉上来的人 他不用去专门去给他找机会打那个啥 按照体能换人吧 鲁地还有佩莱拉 鲁地和佩莱拉换一下 换上甲洛 佩莱拉的话那就换金正宇吧 正好金正宇找来状态可以 这边万德兰瓦莱西是要练右后卫的位置的 所以尽可能给他多贴 上去找状态去 找位置感去 好 这边第四个换人 换下里科换上张燃 张燃是紧右脚 把张燃放右边来 80分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再看体能换一个就差不多了 就稳稳一个3比0其实挺好的 其实挺好的 舒服 下半场的话他们有了一脚射门也没有设置 两脚也没有设置 对方摆424了 然而太晚了呀 对方前场一个GY球制出来 进去边上我们没有拿下球权 金正宇漏顶了 金正宇这个帽顶不应该啊 反正不过也还好 其实金正宇经常发挥有点五五开的感觉 这个后防 哇漂亮 马拉厉害呀 这球还是越位的 可以 其实下半场我们这帮T5提的不好 要不然的话我们下半场换下来的人 怎么我们下半场进攻都没有什么尽头 不应该这样的 不过的话下半场没有丢球也不错了 所以可以了 这帮T5是早状态为主 好 我们主场是稳赢了一个3比0 这个是小case 下一场才是真正的大用处 还有这个名字都太长了 我们给他简略一点 要不然很长一串 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记忆点 也会不好念 说实话不好念 这个的话我们就给他名字设短一点 就叫安东尼奥爱德华多 然后另一个人我看叫啥好 就是我们左边路的那个 雷纳托卡洛斯 他的后面这个都可以不要了 就叫雷纳托卡洛斯 你好 我比赛打完存了挡吧 别吧 看存了挡没有 存个挡 免得倒是另一个中卫又不来了 不是这个放鸽子 就是那个放鸽子 可爱心 拖雷和迪亚兹一定是不卖的 金正宇这个延迟一下 我要等另一个中卫 确认签约过来 我再放走金正宇 要不然变成裸放了 地下注 哎呀,我们东窗要买的9个人,现在只有1个没来了 然后另一个是没签,签约失败的,但是其他我们已经来了7个人了 就等这个最后这个中后卫来了以后,我们检查一下球员的训练 然后设置一个辅导,然后就没啥事 哦,改一下这个主阀的这个球员,嗯,差不多了,就很完美了 张燃这个赛季踢完,我估计下个赛季就是下窗可以把它出掉了 哎,卡纳瓦罗被炒鱿鱼了可爱心,太惨了 不过可以了,坚持到2023年,有一说一,个人感觉他现实中坚持不到2023年 有一说一啊 哎,说的我都口渴了,拿过水去,反正他这个等挺久的,我先看看 哦,还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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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说句,哎,劝说流 对,拖雷要被抢挖了,格雷米奥是吧,张燃不卖的,现在不卖吧,张燃 哎,现在,算了,先先不卖,高凡,阿格尔曼,阿格尔曼可以租,出租的话可以租,亚兹不卖的,拖雷这边被抢挖,我们倒是可以看一下 B位队的中后卫的话,肯定人是多了的,人是多了的,人是多了的话,我们这一个可以租一个出去 阿格尔曼这一边,他一个月给65块钱是吧 看一下合同,60,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租给的这个北村公羊,他的这个后防线什么水平吧 阿格尔曼76的CA,估计高概率他过去应该是有阻力踢的,北村公羊,看一下国家联赛 对的,他过去就是他们队的第一CA了 去吧,放吧,加一点,可以参加杯赛 锁上,可以了,降到这个价格吧 拿口渴,拿汁水喝 嗯 啊,不错 说的我都口渴了 连续两场大战啊 啊 离谱了不,哥哥啊,伯纳呀 这个,给3000吧,给3000吧,哎呀,我服了 我去 所以你们谁能想到当初免签一开始报价300块钱他都答应的,现在涨到3000了 你说的怎么防,而且你的声望低他不会说再给你一次谈判的机会的,他不会的 不会给你的 先锯了,然后配拉上 啊,队友满意度,希望离队拖雷,好,谈一谈 哎,搞定了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延续,我们这个队长,现在这个队长退役了,之后就 要,要签新的队长回来 反正每一年肯定都是有那一些新的那一些,就是 原先的这一些年轻的人慢慢变老,变成老将,然后被强队抛弃了,我们就可以签到 是吧,签签队长 哦,对,我忘了 我忘了改他合同了 短短一个东窗,我们S要了,得有得有50次了吧,得有50次了,没办法,哎,我也不想 这一点呢,有一说一不如MBRK,MBRK的话,你跟球队做交易啊,他的那个同意,他直接就是显示给你的 他不会说这样子隐藏的,你不知道结果 直接加到3000块钱 这两个中后卫呢,一个130多的PA,一个140多的PA 两个一路打到试惯,问题不大的 啊,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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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most味道ken 阿西巴 哈 阿比亚D 阿比亚D可以卖了 阿比亚D我们已经不是配奖对象了 托雷迪亚兹两个是始终都不卖的 他们 哎呀 我又看不到他们AI球队报价报多少 这是可怕 阿比亚D卖了吧 卖了吧 阿比亚D确实不用了 说白了成长水平达不到我们一线队的 我们上赛季把他输租了一年 他的CAP都拿不到我们一线队的水平了 我们队更新换代真的很快 尤其是当我们现在打单个中前卫的战术的时候 他真的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必要留队了 而且我们预备队的中场 也还有人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三个报价有没有他想去的 阿比亚D啊 他想去这个队啊 行啊 5.3万 可以看别的队谈到多少啊 5.3万确实是抠了 6.5万 顺手存个档 我可能想把他这个耶达纳崩的价一次性抬高 这样子之后就其他队也没有机会抢了 我想报个10万 我想报个10万 哎可以 谈成以后他应该会出现7.5万的一个挂牌架 改数5万吧 好的阿比亚D的话这一边能出的话可以出掉 然后我思考一下还有啥 还有要出的人吗 应该我我记得我检查过阵容 我们没有这个赛季结束时候要倒梯的 所以的话现在多的人我们也是等下窗处理 下窗大家签约的欲望高 钱也多 而且我们肯定是等这个合同最后一年 这个时候时候再卖了 合同中期卖 其实虽然最后一年卖也卖不贵 但是你要看他能不能踢出来 一般都是这样 哎呀不知道另一个中后卫这个博纳尔到底要到底要要多少钱才签约啊 已经报到3000了 太可怕了 李嘉兴 罗布朗训练真的很认真很刻苦 可是他的PA太低了 没有办法 注定没有机会跟我们一起上高级联赛啊 阳阳训练训练非常好 PA托马斯这个确实一路用到这个试超都可以 一开始刷出来的PA就太高了 就这个 156的边后卫在试超一点问题都没有 到时估计他真的是会跟我们最久的人了 而且的话因为我们很早就签 所以他很很早应该就可以刷成本队清训 都不只是本国清训了 本队清训啊 他现在已经是本国清训了 因为他刚好是圣皮尔密克龙人刷出来的时候 我是在想有没有机会我们把它规划到国族 那就那就很强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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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次打拉斯·夸尔玛斯 而且之后我们联赛也是大仗 我们要客场打连赛第二 我们现在联赛第一 然后客场打连赛第二肯定就是火星撞地球了 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我们上一场是4比0大胜 所以这场的话可以稍微浪一点 在阵容上面可以不用那么那个啥 这些打替补呢还是可以的 品能不满就打替补 罗布朗鞋长C长得特别的快 但是太可惜了 他这个刷出来的PA只有这么一点 没有办法 进去以后今天直接就是改两个这个防守型编锋 因为对方比我们强 然后我们是客场直接上来改心态了 好门将发一个球门球 马拉给到佩雷拉 卢洛再给杜埃尼亚斯 可以后场这几脚船的目前都还不错 哎漂亮一个大脚迪亚兹能挤过对方的门将 哎漂亮 挤过对方的后卫漂亮漂亮 那对方真的要凉了 我们有客场进球了 对面真的凉了这样 好球 后场一个大脚 我们的迪亚兹对抗直接挤过了对方的后卫 速度力量都比对方后卫要强 可以的 那对面真的凉了这样的话 对面接下来要连进六个球 连进五球是不够的 要连进六个球 对方这边是进了一个任意球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好我们这边有发面啊 然后开球以后在中圈分给边路 这一边对方顶了一下 好的多埃尼亚斯去捡这一个球 可以拉可以给右边封 对的 土地 大脚想找张然 但是这边落点没有传好 对方们这样开球 好的注意左边路的防守 我们的这个左边风也回来了 看到了 诶 诶 诶 这一球怎么不是踩到球上吗 诶 这边金正宇是送了对方的一个点球啊 没事 对面要赢 我们还得连续进四个球才行 你看 离谱了 哇哥哥啊 诶 我即使 你马真是 其他人也没识黄牌 就是他这一个人的问题 我靠 行吧 只能用回之前用过的那个辩证 再降一个心态 尴尬了 伺候肯定要骂的呀 这样子 好 下半场 我决定对方进一个球 我换一次人 别扣马斯这边慢慢拿球 我现在心态调的很反击了 金振宇 别托马斯这边可以给中路 给这边也行 卢洛再给迪亚兹 传得很耐心 好球 塞了一个时候 漂亮迪亚兹的机会 哎呀可惜 射门这一边决断 决断低了 射门这一边太磨叽了 如果刚才这一球能进呢 真的就稳了 可惜了可惜了 多艾尼亚兹 乔治诚这一边出现的失误 这个失误很不应该 哎 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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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诚 鲁蒂 皮耶托马斯 换三个人 换人了 乔治诚 出现的葡 Alyos 好 对方这一边后场球 最防守 传中门前后点 哎呀 哇 真是难 继续换人 右边路张然换了 佩洛拉挪一下中后位的位置 这边有我们进攻画面 看一下张然 大脚往进去里送 这一个没啥机会 好的 金正宇先解围了 对方现在继续压上 哎呀 我们这边就是死 死摆铁桶了 没办法 这个红牌太伤了 哎呀 我操 这个红牌真的太伤了 麻烦 雷纳托卡洛斯这一球 这场要是输球 雷纳托卡洛斯真的是千古罪人 哎呀 哎呀 真是难 右路杜莱尼亚斯 这边给卡洛斯七卡 给甲洛 哎呀 我输了 这边起大脚 到边路来 在了个身后 哎呀 我去 换一下后位位置 哎呀 我发现金正宇确实该卖 我觉得金正宇 发挥上场 上了场的发挥 感觉总是 不太行 有点那个前几个赛季 催唇哼的感觉 哇 我们这场真的差一点 被打 打爆到直接输哦 靠 他满体呢 哎呀 老将这一点确实问题啊 哎呀 那球年轻的人跑 哎 玩 哇 操 哎呀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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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开场进这根球 真的 我们对罚下一个人 完全改变了局势 我们这场差点就凉了 啊 再后单独 单独拎他来骂 踢成啥样了 这场都踢的 哎哟 我去 不是我们上一场 赢了个4比0 这么大的比分 这场真的差点被翻 嗯 红牌阀下居然没有专门 就是关于红牌阀下的一个批评的语言 嗯 嗯 你 说 有一些大腿说 我屌一下裁判 老是给我红牌 真的是 莫名其妙 我很少屌裁判 这一次我打完要屌裁判 下一轮我们抽到了一支 来自亚美尼亚的球队 亚拉娜亚美尼亚 这个还好比拉斯帕尔玛斯弱一点 从CA来看的话 拉斯帕尔玛斯要强一些 连对面鞋链都支持我屌裁判 你们想想看 离谱 也好我们这屌一下裁判 给裁判施压 这个是的 虽然现实里面 这个肯定要吃停赛的 主教练现实里面要随便屌裁判 是要吃竞赛的 还有罚款 下一场我们是客场打 这个4月25日提集团 来自朝鲜的俱乐部 我们今天真的是 哇这命悬一线 金正宇 金正宇有感觉 有种吹唇哼的感觉 CA也不低 分配也不差 但就是踢的 总感觉这个踢的不好 6.87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贾洛另一个有多高 7.26没得比 跟佩里拉他也没得比 佩里拉7.15 从评分来看 他也确实不行 看阿格尔曼多少 阿格尔曼6.92 对啊 真的耶 我们一线队的4个 前半个赛季 一线队4个主力的中后位 他的平均平均最低 那还是说明一点问题的 他谁都比不上这个平均平均 比他 因为他是第三顺位的中后位 我们第四中后位的平均平均 也比他高 反正确实是踢的不行 我就等这个 博纳尔什么时候 才能来球队报到 我操 大哥都开价开到3000块钱了 还不来 离谱了 塞尔曼特足球俱乐部 我还记得 这个队伍淘汰过我们 莫罕莫德甲洛 中后位甲洛不卖 比亚兹不卖 哎呦 博纳尔来了 哇 真不容易啊 好 金振宇他可以走了 有一说一 金振宇可以走人了 卖了吧 金振宇 金振宇其实和 和月都已经弹好了 他就可以 可以可以走掉了 江山带有才人出 这个博纳尔17岁 牵过来就可以打主力 江山带有才人出 好 我们也是完成了 我们东窗 彻底的对 我们的这一个 整体的这个实力 进行了一个升级 不容易 哈哈 我们的这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的多哥佩莱拉学 佩莱拉的这个职业有18 那他学把职业链高一点 巴雷托1点 李克2点 佩莱拉3点 伯纳尔4 伯纳尔怎么两个中后卫 点球比我们的这个前锋还高 甲洛可以射了6个人肯定够了 罚球手的话主要调下任意球就行了 其他都不改 其他改了容易打乱别人的这个角球战术的这个设置 左边路的话 雷纳托 左边路的话先把艾德哈多放上去 雷纳托卡洛斯 再来个左脚拖雷 可以 队长的话 巴雷托佩莱拉之外的队长 看一下 有过了这一个18岁的优先上 卢洛吧 卢洛第三 然后之后的话 琪卡 甲洛 差不多了 设了5个队长 这个轮替应该就是够了 把我们的训练 辅导 定位球 死球的阻伐人员都改了 琪卡的存在主要是提升了我们前腰的实力啊 他是对一个我们前腰实力的很好的补充 这样也是缓解乔助成的压力 乔助成的上半算是也踢的好 但主要是迪耶梅太太太拉跨了 回家进养 现在的话迪耶梅就可以安心去预备队了 相当于被淘汰了 然后主力就是还是这个新签的这位 琪卡 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一替补变成乔治成了 我们对更新换代的速度确实非常快啊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啊 之前也是说过这个事情的 当你从低级别连赛一路升级上来的话 人员更新换代就是这么这么快的 有的时候像我一样碰到这种战绩撞墙的话 就连战术都得改 我就改了战术了 不改战术 你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战术已经很乏力了 在这一季的联赛 也是神奇 我其实之前我自己呢 是一个不相信有这个战术包适应论的 难道是前几座的F1 前年之前的F1真的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虽然很多人这么说 但是我是不信的 因为我是玩很多个赛季 也不会没有觉得有被适应过 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F121的特性了 新特性了 就是AI可以真的适应你战术 那就很厉害了 但是这样也没怕 不怕 因为这个是吧 玩家的这个智慧是无穷的 因为玩家对于玩家而言 你一个战术包适应了 我无非换一个战术包给你打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处理 主要的话就是要尽可能的去 节约这一个人员的成本 我们就需要去找这个尽可能战位接近的球队 迪亚兹不卖 甲洛不卖 杜埃尼亚斯不卖 洛伦走阿比亚帝可以卖 金正宇卖了 阿比亚帝可以卖 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具体的报价 然后再进行协商 挂的是15万 居然有人开到18万了 他是真的想要 7万5 硬咬滚是真的想要 开到18万 哇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给的钱好多 我要我要我要换其他队伍让他们去了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定价也会变成27.5万给他翻一倍吧 55 阿比亚帝去中甲镀金一年没有想到回来以后这么多球队要啊可以的 其他的CA涨幅已经完全跟不上我们一线队了你说60多CA在我们队肯定踢不上球了已经 我们这个赛期预计升级肯定没有问题那我们升到4柄级别的话至少是首发要平均100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首发还有几个不是100的就能找到我们的差距了啊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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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我们这些接下来这个比赛 我们就正常的去联赛踢就好了 有踢不了的就正常这个轮换 像这种带受伤两个字的也不踢 奇卡这种体能不满的也打踢补 然后左边路 左边路没有人了 两个人都伤了吗 我看看 撑的托雷停赛 雷纳托卡洛斯停赛 俩人一起停赛了 我们的第一左边风和第二左边风都光荣 停赛可爱心 预备对张罗吧 说起这第三左边风 现在肯定是张罗了 然后中后卫拉一个踢补上来 左边风还有踢补吗 苏马蕾还在 好了 俩左边路的踢补 真的是 然后我们两个前锋踢补 阴亚基马克思 还有这个庞明 然后再拉一个C最高的上来 就差不多跌没 现在唯一问题就是东窗的AI租人租的不多 因为我们限制了一个赛季租4个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东窗大部分人 其实大部分球队 AI球队下窗就已经把这个4个名给用完了 所以东窗不会租人 这个是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那也没办法 确实 我觉得设置这个租人的这个限制还是有必要的 要不然全都是那个啥了 哇 我们在客场 妈耶 还有这么大的画面 这么近的镜头 可以 对面这一支朝鲜球队摆出了一个541 或者叫523也行 523吧 523 应该不算541 这算523 这个客场这边朝鲜这边正在下着大雪 澳门脚球机会 前点 加洛高了 有些紧张可爱心 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后点 波纳尔一顶也高了 目前场面上还是占优的 可以夸一下 踢的不错 加油 好歹呢 我们是联赛第一 他们是联赛第二 所以他们绝对是有实力的 而且我们又是客场 所以的话上半场破不了门 也是意料之中 而且我们有两次进攻画面 他们都没有 我觉得可以期待下半场有更更多的一个变化 两队 不要紧张 算了 我就这两个都也也那个啥 就双手插腰 不要犯规 差不多 好 下场这下半场 我们现在是从 左往右进攻 60分钟了 我觉得要动一下心态了 可以勾勾出去了 差不多了 里科 杜埃尼亚斯 鲁蒂 张罗 里科 然后 杜埃尼亚斯 右边后卫 陆地 甲洛 一口气换了四个人 算了 先换了三个吧 然后加一格心态 我们希望拿三分的 差不多了 剑体能剑红的卢洛换了 换上巴雷托 然后6.4分张罗换下 换上苏马雷 全力攻一步 对方的一个人一球 别怕 别吓我 哥 天了 把我吓坏了 有一说一 他们的这个场子的这个场地 真的太毒了 还可以这样的 这雪吓到 这观众看得清球 我反而是看不清 注意一下防守 哎 哇 这个博纳尔 这么坑的 哇 你说他刚刚刚来 对我们队没有状态吗 也不能这么坑吗 吓尿了 卧槽 别到是攻半天攻不下来 然后被人家一个反击打进了 好远距离认一球 后点 加落 哎呦 这个很凉 命啊 这一场没有这个命啊 系统局啊 这个6.2分的博纳尔 差点 酿成大祸 左边借外球 别通 马斯支出来 马克思回 回顶给他 固执球先 啊 对方抢断 但是这球都不出界吗 这里马不出界 好吧 打平了 那也还好 呃 联赛第一客场打平 联赛第二 倒也那个啥 只要对方有一个这个机会 太好了 不该给这种机会的 吓死个人类 丢水平 呃 问我们这个赛季啊 要准备个多少个水平 给我在更衣室里丢 啊 只能说加刚加盟的这个球队的这个心源还是太多了 需要磨合啊 但是有一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没有没有赢 确实还是不够输不够爽的啊 嗯 我们踢这个比赛啊 玩游戏嘛 目的当然是每一场都希望能赢的了啊 迪亚兹多少钱都不卖 甲洛也不卖 杜埃尼亚兹也不卖 拖雷不卖啊 拖雷不卖 卢洛不卖 差不多 市丁的东亚区的联赛的进球记录球队的联赛进球记录是70个球 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可以破了 我们都60多个了已经 那他这个记录说实话也不高啊 这一集的话 才70个进球 场均也就两个多一点都不到三个 甚至离三个都还差挺远 现在伤病又开始搞我了 AI就是这样不让我们舒服啊 好不容易知道我们这个战术包 是那个好不容易 他知道我们这个战术的问题 现在战术问题解决了 又开始知道上命问题了 轮着来搞你啊 轮着让玩家不爽 很烦人 我们这期视频还剩下两场比赛啊 主场打第20的塔飞 客场打无上王储 这两场我们还是给他看完 然后之后下半个赛季 我觉得换了战术以后应该可以跳了 就是联赛跳 但是背赛正常踢好吧 当然这两场的话 应该在东窗范围射程里面 还是还是要把它看完了 甲洛锯掉了 拖雷锯掉 张燃也先不卖了 张燃我可以养到 我觉得下窗卖左右 下窗左右卖差不多 好吧 张燃现在还要用呢 好我们下一场在主场迎战塔飞 AI这个神奇的伤病啊 李佛考克斯 皮特马斯体能不满 比埃亚首发 中前卫的话 这一场巴雷托首发 风线的话 张燃加里科 差不多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替补戏 差多少人需要去预备队拉人的 首先需要拉个替补门将 杨嫂成 然后的话拉一个替补中情未来 我看一下 你看古兹曼 古兹曼也上了 古兹曼又不在这了 神了 神了 好不容易他有个机会 现在古兹曼也上了 也是感冒 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这个冬天啊 就比较容易感冒 接下来的话 一对风线 英亚级马克思 英亚级马克思加旁明 然后第12人 随便放一个 放一个阿格尔曼吧 差不多 哇 罗毛布朗涨C是真的快 他职业是真的高 但是他的这个 太可惜了 他的这个是吧 PA要是高一点 他可以一直涨下去了 可惜了 他这个 就算涨满80多 他也就是最多是 是丁水平 打不到是柄了 因为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是柄是要平均100起步的了 没有100的C在柄柄踢不上球的 OK 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将在主场迎战这个塔飞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塔飞的情况哈 塔飞的话是来自瓦努阿图的球队 周周老师跟我说 如果要是对方没有边风的话 防守这边就直接拉窄 有利于我们的战警 对方用了一个小菱形 所以的话并没有这个边前卫或者边风 这个时候直接搜索防守啊 利用对方没有边 对方这个起大脚 但这个大脚离门将太近了 而且真冲起来 他不一定就能跑过甲洛啊 甲洛毕竟在他前面几个身位 他真跑的时候还可以就是阻挡一下 多安尼亚斯右边这一边塞了个身后 漂亮张燃起诉了 怎么样传中吗 能传中吗 哎 这一球没有给点球啊 这个吹阀真的是有点的傻 OK解位以后 现在我们拿到解位球 伯纳尔 再给右路路地 再给插上的边后卫 比埃亚 左边路拖雷 我们这个战术换了以后 进攻的时候传球变多了 哎 这一下是点球了吧 好的 将会有我们的这个中场老将巴雷托 组罚这个点球 巴雷托走上点球点 准备助跑 来 贴 有了 漂亮 1比0 那我们这边是在主场 现在是1比0领先这个塔菲俱乐部 我们这集联赛是20个队还是22个队 我看一眼 20个队 那他是联赛垫底 那那我们应该是大胜才对啊 脚球机会 巴雷托给到前点 穆罕默的甲洛进球 2比0 我们今天是连续进了两个这种死球啊 进了一个点球 进了一个脚球 也不知道能不能来进一个任意球啊 其实也不一定说非要大胜 你就是能保证稳赢 拿到这个三分 不要搞一些什么 让人这个心心心跳加速的这种操作就好了 上半场稳稳的1比0领先可以 还有提升的空间 奇卡说一下不要再犯规 好的 上半场将会从右往左进攻 我们交换半场啊 对方前场的界外球 对方有个叫拉莫斯的啊 直接一脚被我们解围了 那这边解围球对方拿到了 巴雷托再往前顶 OK现在对方打回阵地战走回中路 我们就在说中路说说漂亮巴雷托的想断 塞了一个身后给里科 停球带过人漂亮 能传中吗 哎漂亮 这球确实点球没问题 我感觉他他是连人带球一棋 一棋给铲了 巴雷托主要点球漂亮 对方我们这样就算判断队了 但是我们这球贴地贴的很紧 球速也快 所以对方判断队的方向也没能扑出来啊 OK60分钟我们这一边 300先就让我说的 最喜欢60分钟 300就按体能换人的 鲁蒂 鲁蒂奇卡估计得先下了 鲁蒂奇卡刚好 两个人 路边路甲洛 然后这一边前腰 乔治成上去踢吧 然后看一下还有谁 踢能是比较低的 伯纳尔刚好 换一下伯纳尔 换上爱德华多吧 上去找状态 状态不满啊 这个爱德华多 OK我们换了三个人 现场的街外球右边路 制出来多埃尼亚斯给巴雷托 甲洛 我们几个人的这个传球配合 乔治成 踢不上 新球漂亮 亮波好球 这边我们在主场是4比0领先对手了 还有两个体能近黄的就先直接换了吧 巴雷托甲洛 刚好两位老将 换上奥利维拉和佩雷拉 这边还有画面看一下才会发生什么事情 甲洛回身护着球 在身后被对方直接拾破了 然后踢手 然后这边没有给画面了 这也没所谓 目前来说对方连进攻画面都没有 我们就很稳 保持这种稳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的 那一球远距离给后点 大家争抢到了一起 然后这一边对方解围了 注意防守 哇这一下有点吓人 对面进攻 这一边多艾尼亚斯没有 没有那防下来 再挡一下 好球 另一个边后会跟得很到位 可以 这一球补位协防防得特别好 差点被别人认一球一个反击打死了 不过还好 这样这球就算进了 我们也是4比1领先 可以 这场的话巴雷托9点1分 两次主罚点球都直接稳稳的发进 不会让人玩心跳就好 再夸一下巴雷托9点1分 OK 接下来的话就等到下一场是转会截止日当天了 打无上王鼠紫色俱乐部 我们目前这个情况连赛应该是稳的 所以连赛少晒三轮领先6分 然后可能是因为跟我们打平的话 所以现在连赛这个第二名也是变成了东方 那个4月25日下去了 甲洛不卖 拖雷不卖 拖雷开了多少钱了 110万了 赶紧降降降降降降降 给他写一个转回价 要不然的话这个我们的陈伟老板 要是把持不住又不好了 这个2.2万 这你说陈伟老板要是把持不住 不是大麻烦了 那是回头把我拖雷卖了就不好了 有一说一 我预备队的人可以借给我们的卫星俱乐部了 现在预备队的人有点多了 不像下窗 下窗我们预备队的人刚好处理到剩11个 这样就很清爽 然后就算是租给我们的卫星队 我们也要看一下CA情况再决定租不租 抢劫啊 不卖 不卖 他之前他居然不折叠了吗 他不折叠的话很麻烦的 上个挡吧 我们去直接把这些多出来的人租出去吧 看一下 对预备队的话 看一下杨小辰 现在是 我预备队排一个首发 这样子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下人 因亚级马克思 庞宁 马尼古兹曼 罗伯布朗 阿格尔曼 卡斯蒂列 卡库扎 然后前腰迪耶美 右边右边右边是谁 李建峰 左边张罗 可以 好 这些就留下来其他的都租出去好了 其他这些都租出去 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卫星队的情况 优先租给中南科地员吧 中南科地员到时候踢中甲 43 43CA以上的球员租给他是有球踢的 43 哇那还是挺多的 这一些过去都能有球踢啊 我看一下 但是这样我看看 他们是有外援限制的啊 我看一下他们中甲外援 甚至几个外援限制 要不然没有意义啊 中南科地员中甲 凌赛竞赛规则 外援外援外援 两名 如果可以都先租过推荐过去 这样吧 我这几个都推荐一下 啊123 这一些全部都推荐 移动到关联球队 中南科地 科尔维拉无法移动 这样呢 啊不满18岁不能租给国外是吧 现在呢 为什么科尔维拉不行 我现在不太懂 移动到关联球队 移不拉行 嗯 哦 是因为中南科地员 哎 可以啊 啥情况 阿比亚地要卖了 亚当堂纳利 我们扶持一下我们的卫星队吧 这样也好 阿布希 奥利维拉也不行了 好像是不是青年球员合同就不行 我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青年青年青年球员合同不行 不能出租 我说怪不得为什么没反应啊 那这一些青年球员合同 继续跟在队里面留着吧 我虽然点了四个租给他 但是估计他们肯定到时有有有不愿意去中南科地员的 到时就在在退 然后换给深水部和其他的 或者是我们航员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这个 就不行 好 啊 因为这是转换窗最后一天啊 所以运行起来可能比较久啊 阿比亚地拒绝了音摇滚 麻烦呢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么多 他的这个报价为什么不折叠了 我炸了啊 好烦 我去这里面拒绝好了 这里面可以一键拒绝 比如说杜爱尼亚斯啊 一键拒绝 甲洛一键拒绝 卢洛这个一键拒绝 马马杜甲洛这个可以同意 那时候是迪亚斯一键拒绝 哎可以 这样子就过滤的快了 不用一个个点了 麻烦死 最后一天了 不卖卖不出去了 嗯 所以这些报价我打算都答应 就是他同意的都答应 这样子签哪个就归哪个算了 好吧 自己让他们去抢 阿比亚地去中甲 杜金一年回来有这么值钱的也不错 行吧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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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